自己有可能用权力来压制别人 是点小事 就是这个我博导嘛 当然很多学生考我了 他有一次答辩 就来了一个学生 一个年轻的一群 他就滔滔不绝了 讲他那套礼了 我一听根本就不是无事 一听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我不断提他 打断他说你别说这些 他还要说 这下我就突然录了 就有意地向他提了一些 很尖锐的问题 就搞了他惶恐不安 他就很惊恐地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然后突然醒悟 糟了 本来老师问学生这是一个正常的 但是我虽然是一个居高零下的 一个权威的在压抑这些年轻人 所以这就是我反省了很久 这对我很大刺激 我就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我好像得到我想得到一切 但可能我从根本失去我自己 所以我就想到要走出这个梯子路 其实我算我大概还有五年 我现在有点和生命抢的意义 就是把我自己想做的时候都这样做 做完之后就无所谓了 随时可以死 北京是一定程度带变局的 我是一个著名教授 你是个导师 我回贵州 就最后一次进去 疫情中就没人来了 基本没干扰我就是整天写 一天大概是有六七个小时吧 写了多少次 可能有四十万左右 您这么快啊 这么快吗 就是说我写了一本 就是在疫情中一种非常特别的书 叫做根子大义的 这个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 就正在发生的事 写成历史 而且我是高度自觉的 像现行的学术挑战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两个倾向 要么就是 纯学历史书写 完全不关系现实 完全脱离现实一个历史书写 要么就是贴得太紧 缺少一个历史的距离 和一个更大的一个眼光 对 我就追求 追求这个东西 您觉得你比如说经历这个疫情 这个事情 在您这么长的人生经历里面 算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它的重要性有这么大吗 非常大 就是说我的判断是两个基本判断 一个就是说这是百年未有的一个历史剧变 同时也是百年未有的历史的危机 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个就是说我有一个框架 就是说二战以后 这个人类世界的历史是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45开始到1990 就是所谓冷战时期 1990年东欧苏联瓦解以后 那么世界就进入一个 我称之为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时代 那么到了2016年 2016年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英国脱欧 一个是特朗普商台 它就标志 我称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那么2020年这次疫情 后全球化时代就全面的 它的内在矛盾的各种问题就全面的展开来了 而且它和以前都不太有 因为以前呢 就是说 比如说冷战时期啊 或者是全球化时代啊 它总有一个 总有一个有一个说法 社会对资本对决政 所有一个认识世界的框架 框架 那么到现在 后全球化时代 它就没了 现在到现在为止 最基本问题我们都不清楚 这个病疫 新冠病毒到底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 同时没共识 这个我们都体会的 这个根本很多都没办法进行谈话了 没办法进行对话了 一谈就吵 是不是 就是我们处的一个无真相 无共识 没有确定性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危机 它和别的时代的危机不完全一样 它现在让人恐惧 让人不安的 我最不安的是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过去是很罕见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怎么应对这种 所以我自己跟自己定了一个 面对疫情 我跟自己定了三条 第一个观察 很多事要观察 因为你不知道 不要轻易下结论 另外就是需要等待 就很多事情现在都不能着急 这个时候特别特别需要耐心 但是呢 还是要有一个坚守 对自己的一个 至少我现在的基本立场 基本的家庭判断 我的家庭理想 我还得坚守 我不能一片混乱中 就跟着大家 跟着大家走 那不行 是吧 那么因此呢 我就觉得 就需要继承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 另一个传统 就是司马迁传统 我记下来 我给自己定了个位置 在那边缘问题上 关系和讨论中心问题 就当司马迁 我一直就是逻辑 后代人总要关心这一代 所以我说 我是为自己协作 就进入一个 很自由的状态 就我不准备发表 也不准备对现实发表 产生任何影响 也不想让自己产生影响 就是自觉地站在 一个边缘的位置 我是历史中间舞 我扮演的角色 是上面继承前一代 同时为后一代开路 就这也是 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 最重要的传统 不仅是传统 这里一个 是有高度自觉性的 最对自身的局限性的 一个高度的自觉 就是我经常提到 那就是自己的 对我们代人形成的 一个缺陷吧 好 正好了 可以了 走 秦老师 走吧 我当时没有到贵州 留在北京 那这个人生会是什么 别人 他们在门口等了 看到了 没有 我没看见 他们在 那老朋友们都在门口等了 因为我们荣经幻肩都在反寒 老师 没变化 老师没变化 大力啊 已经变腟出来 老了 你跟我一伙子见 źandren 走路就不行了 对 对аете 我们从这边出去 你把灰去放这儿什么 我来推这个吧 我来推你们 把钱老师交给你们了 我的人生是有一个缺陷的 我曾经给自己一种结 没文化的学者 还有没趣味的文人 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自己过程的问题 第一个不懂外文 我完全不懂 第二个就是 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不熟悉 我虽然研究主持人 但是我禁不了他们的 因为他们是 文人的趣味很浓很浓的 你离开文人趣味 更无法理解他们俩人 那么你不懂外文 你根本就对西方理论也不熟悉 根本没办法来跟世界接轨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了 就是说这里涉及到更大的问题 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就是中国的这个县 当然没有大师 大概是鲁迅之外没有人 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处的地位和条件 我应该成为大师 但是成为不了 不是我不努力 我是历史的局限 造成了我达不到 这个世界上是 有一个内心的一个很大的苦门 甚至很大的痛苦 是个隐痛 这首恰好是鲁迅就给我找了一道出路了 就是我上鲁迅课 我很有意思 它是分成几个阶段 就我第一阶段上鲁迅课的时候 就是八十年代鲁迅课的时候 这个不仅我自己主观投入 学生也非常之投入 那课堂上就是一种感情的生命的一种投入 因为他们也经历了 他们经历文革 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以后 跟我也一样的经历了 我们这个时候来接受鲁迅 他就是一个很强的主体投入性 那学生听听就哭了 那么到九十年代 就不一样了 学生两派 一派就认为 我们现在还是需要鲁迅 这是一派 另一派就恰好相反 鲁迅是很了不起 因为经过我上课以后读着很了不起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存在 我希望它是像博物馆的一个伟人一样 跟自己的生命体验无关 不仅无关 特别干扰我 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很大的转变 就是说我可以崇敬你 我可以尊敬你 但是你和我 你不能进入我的生活 到我最后上鲁迅的课 就另外一种反应 很多现在都 就是说都没有精神追求 因为它还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它在这个 同时这个时候 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 就是它是我们 我们那些追求真理 这都是笑话 对 现在就是谁强 就是这个力量 它是这一套逻辑 但是这当中总会有另外一种想法的一些人 在北大尔结束我的课程以后 我很感动的是一个学生写的封信给我 他说 陈老师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课 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的课向我显示了 人的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尽管我无法做到你这一点 甚至我必定完全认同你这一点 但是你让我知道了 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它这个会影响我 后来我就 我非常欣赏这个说法 就是我说 我在北大存在 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是一种一样的存在 它不具有标杆性 也不具有标本性 也不具有榜向性 但是北大就需要这样 另外一种存在 北大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我就说 如果打比方的话 我是北大的乌鸦 这个北大不能都只有乌鸦 但是北大必须有乌鸦 有这个和没这个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有些朋友也说 哎呀 老钱你不该介入这些事 如果你不介入 你的成绩会更高 这是可能的 但是社交有个根本的问题 也是鲁迅说的 知识文它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 你要拥护 第二解释 你必须解释我这个 把它学术化理论化 最后就宣传 现在这样的知识文字 占着主导地位 就知识文它有多种职责 它比如又是文化传承的职责 它也有面对现实批判现实 这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 知识文字应该给社会不断提出 新的价值理念 新的思想 新的理论 就我认为 中国知识文字的 最基本的职责 我们要创造一个 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具有解释力 和批判力的一种新的理论 我认为这是知识文字 基本的职责 就是我的终身遗憾 就是创造功能 我现在创造功能不足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愿意做一个 就是要做学者 兼精神界的战士 就是把学术资源 转化为一种 思想资源 转化一种社会资源 我希望影响年轻一代 观众现实问题 总结中国经验 提升中国理论 那么这样的 我的优点 就是经验非常丰富 就是人生经验极其丰富 还有生命体验 特别特别强 就是我的任务 就是最大限度的 发挥这两大优势 它背后是一种真正的自信 其实我知道 我这两条是别人达不到的 这在啥 但是在你当时说 我们的北上海 我有这些 会不会的你要买呢 不是 这上海比多海似乎 好吧 挺好 你看你这种大优势 我今天就发现烂了 刚才下车 撒伤是的 我现在 你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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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脚肉发 你站起来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 来 我给你们看这个 这就是当年我们这群人 真感慨 看到这张照片 真感慨 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首先进来看你 身体蛮好的 是 是 是 这边走拜拜 帽子还带上帽子 对 带上帽子 那边两个一点 那边 五过期暖气 嗯 一万五 嗯 一万五 来 杨老师你走 您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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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老师 对 还是像现在样子 像像像 很像 所以如果我一直留在上海 我说不定是一个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看待对他父亲的问题 那么后来分到贵州去的时候呢 我就带了一张我父亲这支照片 带去 我藏着香底里 我从来不拿出来 但是心里觉得父亲 特别在贵州那样一个孤独的绝望境界 好像父亲在 对自己还是有一个那个的 就我们吵出来了 一大罪状 就是钱里群居然还保留着反革命附近的照片 这多大的一个罪状 那么后来呢 平反的时候 就是这个照片还给了我 我当时几乎没有犹豫地就把这个照片烧了 因为我觉得这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祸 当时我就旁边就一个寻说 钱老师这个父亲的像你烧他干什么呀 后来我一下子醒悟了 我说我这一生犯的最大的罪孽 就是亲手烧掉自己父亲的像片 这个成了我一生中要忏悔的话 最大的忏悔 最大的一个痛苦 就是说 其实我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 没有什么 但是他的存在和自己 是决定了我以后的一系列的离遇 这个是也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就后来我和崔可欣结婚以后 我决定不要孩子 我的母亲 我母亲是个伟大的女性 这个她原来是想是关太太也是 象征出优的那个位置 从天到地 但是他从容应对 他立刻 就把父亲的照片和父亲的证件统统上缴 然后他从此绝口不向我们 不向所有的人谈父亲 一直保持沉默 这非常了不起 就是一切我来承担 不传道下代 不营养下代 绝口不提父亲 后来父亲 同很多人想和他联系 他都想继续给钱 是不是他都拒绝 所以他的印象 我对的印象就是整天在编毛衣 就一切都不说 所有的事情他都顺从 但是他始终是默默地支撑这家 当然不说话 到最后临终的时候才说一句话 我这一辈子总算没有连累你们 我的性格一般比较软弱 但是我说遇到这种女性 她都有一种锐在的坚强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有影响 你觉得崔老师对你的性格影响大吗 那个说到这个宋文文学书 我其实是我刚跟你说的 是内心是软弱的 就是我的尖锐全部在文字上 在一家生活中 我是一个非常之软弱的 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人 他有极强的内心力量 所以我们之间 特别到晚年 也有一定的矛盾 矛盾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是他的痛苦了 他是一个很强的事业性的人 到了晚年退休 他没有人用不知地 他的生命存在 就变成协助我支持我 作为他生命存在的一个 所以他最恨别人喊他前夫人 我怎么是前夫人 我是吹个音 我是吹大夫 所以我评论我都不在意讲这件事 就是人家说你夫人对你怎么好 我就不大愿意讲 就过夫强这份 反而是忽略了他的 对 本身的独立性 所以他后来为什么提出 你看那个吧 崔又欣进来的问题 对 他生前他提出要编的 这个是很罕见的 一个是很少有生前编一个人 那都是死后才编的 而且他自己本人提出要 我一听就明白了 他也表示要留下一个 独立自由的 崔可欣的存在 对 而不是前夫人的存在 要不去吧 那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对 我说一个独立性 他都有一种坚强 贵州当时没人敢货接受 他是敢的自己 他懂 一般的妇女 都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埋怨你 我找跟你说别人乱说 胡来八道 你胡来八道搞个家里 因为 直接受影响 不是我 不是只是我 还有她 另一种可能性 那些女性 她会非常同情你 非常痛苦 发现很强烈 这两种 她都不是 而是她采取什么态度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好厉害 好厉害 很厉害 她当这里引发了 我的思考 就是 就到了养老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 怎么还能够继续的 就自己的 独立存在 这是一个难题 像我这样是很容易 因为我可以写作 那么对于一般的 一般的女婿怎么办 你跟她 这么讨论过吗 她呢 我们的这个 关系是罕见的 所有人都讨论 生死问题 死后怎么样 她怎么怎么怎么 全部讨论 毫无顾忌 她最后把自己生前时候 是全部安排好 整个过程中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留一滴眼泪 嗯 这一切都是 都是 想过的 都想透了 都谈透了 嗯 她 这种事情安排了 就是我走了 你都归就去 对她 钱老师最早来的时候 是住在这个寺庙里面 原来也没有这个大街 后面有一个母楼 当时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嘛 和同学 和这些学生 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非常 关系非常融洽的那种 钱老师当时特别爱 踢足球 他爱踢足球 他是卫校足球队的教练 校队教练 足球队的校教练 这个是老卫校的一个老师 您好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钱老师的 五九年就来了 你比他早一年 早一年 他们其实生活非常丰富 演过两个大剧 演什么剧 画剧 什么画剧 年轻一代 年轻一代 千万点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 好像可能就是 您去演了吗 我没有 吹了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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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 还有个什么 亚非啦 那个就是等于是 歌剧那种味道 歌剧还有 哇 这么厉害 不是要化成那个 因为我的头发 有点那个 要化成黑色 因为是 头发是 有点卷 自然的 缘比较长 所以就演两个非嘴 很有意思 对 当然是考试北大轰动全程 是吧 是 你看照片 这个报纸 纯片 看好 是当时的报纸 哇 您保留得真好 然后上面就叫北大 现代文学考生前例群 这里 嗯 这里 哦 这是前例群 这是新华社的稿子 中文现代文学考生前例群 人是贵州安顺地区师范学校教师 长期刻苦 专研业务 在鲁迅研究方面下了苦工 能写下50万字的关于鲁迅的文章 有的已在报告上发表 这次出事 他是现代文学专业考生中成绩最好的 当年这个前日是在安顺学院上课的时候 当时这边比较脾气 这边就人很少 嗯 遇到要谈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吧 嗯 这边安静放心 对对对 有一次他给我们讲那个摩尼埃喜剂 他说像住地下工作一样 大家来了 要一起来 对对 一个个自己的 然后里面去讲摩尼埃 对对对 嗯 现在年轻人也很难想像那个 是是是 哈哈哈哈 他全是拥抱住 又完全不懂足球技巧 就读毛处语录来 知道书 当时我是十六七岁吧 那个鲁迅格我们就是了 很严肃的 很灰色的 很深刻的 有时候还似懂非懂的 然后我印象很深 也就是在安顺师范那个小屋子里面 他说起鲁迅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做生黄 真的 没非受武是吧 没非受武 哎呦 我就觉得可以这样读啊 书原来可以这样读啊 当然一讲游乐戏 先帽子 脱衣服 到最后 他满足大汗 我们是满脸的这个泪水 嗯 那么就出现一个 反复的心理变化 平时那五天呢 都是非常沉 现在都是 然后呢 然后呢到周末就去那 其实呢 那周末呢 是那个慷慨 这样的这个特别的亢奋 回来就亢奋 好回来这几天回去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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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了 又挺起来 所以我害了他们 对 就是这么一个反复过程 强心计 兴奋剂是吧 周末去服兴奋剂 那个断施就是波浪式 这就是欺负 我们一帮子人十多个人 拉着手风挺 然后的话一帮人就在那儿嚎啊 嚎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像是刚学会打麻将的时候 我从乡下回来 我基本上不回家 我都是到卫校